天啊 它放著櫃子 就可以煉出黃金來 這是真假的 你看一下 可是剛剛大哥有講說 它的黃金是礦物質的 那黃金是金屬的 但這是什麼意思啊 大家這櫃子你自己做的喔 對 這個它聽過昌澤的概念 這是什麼 對 我們是這個 為什麼要放那麼多東西在裡面 這個東西都會變成 我們所謂的 滴水中心的一片層水 然後你把它放在這裡 滴這裡的水 對 這個水是山上的復步嗎 對 滴水中心 那滴多久從這邊變到這邊 這個差不多一連半左右 滴一連半會把磁器的外面 滴成這個樣子 會有結晶 哇 這一棵樹啊 對 這就是我們講的液體黃金 液體黃金 跟樹有什麼關係 液體黃金就在裡面 樹枝 樹的血液 對 它就像樹的血液 這什麼樹 這叫漆樹 漆樹 對 當歌曲下來的漆藹 是乳白色的 稱為生漆 是因為經過氧化作用之後呢 顏色才漸漸變深 彩下的生漆還必須過濾漆渣 每一滴取得不易的珍貴漆藹 要一點都不留的刮下保存 光是刮煩的訓練 據說就得花上三年四個月的時間 因為這可是一滴都不能夠浪費啊 黃金是一種在世界上流通 廣受歡迎的貴金屬 多個世紀以來 一直被人類當作可以保持的貨幣 在九份有人掏金致富 在桃園有人把廢棄資訊產品 煉成黃金 不過在嘉義風山 卻有人可以不費吹灰之力 輕易將任何物品點食成金 讓原本毫不其言的普通物品 一夕之間的身價搬了好幾百倍 到底這樣神奇的練金術 藏了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大哥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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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哇 撥到你的手 感覺到我今天可以淘金了 有點涼 大哥 你是真的沒有帶什麼工具 工具是小工具 小工具 隨身帶就好 所以我今天跟著你 也是可以練到黃金嗎 我們去看看 不是 這個很嚴重 因為我的節目是全國很多人在看 還有海外地區很多人在看 我們節目是有掛保證的 因為之前我們淘金是真的有淘到黃金 不能在你這一段的時候落差 那我們去看一看結果如何 好不好 但是要有體力考驗你走這段路的 要走去哪裡 好不好 這邊是溪水 對 要先越過溪水嗎 溯溪 對 還是要溯溪 該不會又是那個淘金吧 跟金瓜石一樣的 我們去看看吧 好 我跟你走 來 走 是不是 還是要溯溪嘛 我就說大哥所有的煉金術 一定跟金瓜石的淘金一樣 只是我們要溯的這條河 也未免太寬了吧 不但河水較湍急 石頭也是一顆比一顆大 我看這種地形想要淘到黃金 要花費的工不合時間 應該比在金瓜石 多到好幾百倍嘛 大哥這邊要到了是不是 要到了 快到了 這裡看有那個石柱耶 對 這是你煉金的地方嗎 對 那那個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在做這個 這個成品的一個地方 做成品的一個地方 對 這是一個櫃子喔 是... 然後你看喔 這附近呢 我看到這整個這個山壁上面呢 都好像有一根一根這樣子的 因為水滴下來而產生的石柱 對 有點像是中乳石洞 可是大哥 你要煉金是煉黃金嗎 這個屬於礦類 對 我們這個看你所有的黃金 是製金 對 那我們這個是礦物質 對 對 礦物質 這個裡面是怎麼樣煉金呢 要看嗎 當然 看一下... 那我們就把它看來看囉 天啊 它用的櫃子 就可以煉出黃金來 這是真的假的 我看一下 可是剛剛大哥就講說 它的黃金是礦物質的 那黃金是金屬的 但這是什麼意思啊 大哥 這櫃子你自己做的喔 對 這個它聽過湯球的概念 這是什麼 對 我們是這個... 為什麼要放那麼多東西在裡面 這個東西都會變成 我們所謂的金屬的 滴水層星的一個變成品 這是滴水層星 可是我看到裡面都是一些 茶壺跟杯子啊 對 要用米水來... 這是你放過來的喔 對... 那來這邊幹嘛 這是後來變成的顏色嗎 原來的東西是磁器 然後你把它放在這裡 滴這裡的水 對... 這個水是山上的瀑布嗎 對... 滴水層星 滴多久從這邊變到這邊 這個差不多一連半左右 滴一連半會把磁器的外面 滴成這個樣子 對... 會有結晶 會有結晶 對 主要是因為它會這樣 所以你們在練的 其實是滴水層星 對... 就是把水裡面的特有的礦物質 把它滴在磁器上面 對... 那什麼樣的材質才可以放呢 通常我們可以看到磁器 這個是磁器 對 因為這個就是玻璃到九瓶尺 九瓶也可以放喔 對 可以 你要放一年多喔 這個也快一連半了 這個跟它差不多都成縮了 然後就變成一種 各有的工藝品了 對... 我們給它什麼造型的話 就會隨著造型來直接噴散 那這個它每... 你要隔多久 就這樣一直這樣滴嗎 還是要翻面什麼的 要不要... 要翻面先要 一個禮拜要來一趟 一個禮拜要轉動一次 它還會均勻 每一個角度像這個 它水地的位置都是固定的 是 我們後來要幫它轉個範圍 那如果說我拿一些 例如說木頭那些來 木頭不行 木頭... 那金屬類呢 金屬類也不行 會生鏽 對 所以石器 對 蚝蚁 玻璃 玻璃 貝殼 對 貝殼 那我的手錶進來第一呢 會不會玻璃已經變成這個筋 老蕾在哪裡 真的喔 所以手錶不行 雙錶不行 對 原來大哥口中的煉金術 煉的不是真的黃金 而是一種結晶體 因為泉水中含有碳酸鈣 和細等成分 當地居民利用水管 將泉水引到特製的鐵桂 而這些長期接受泉水沖刷的物體 累積久了就會披上一層黃土色 亮晶晶的物質 看起來就像是 渡了一層金似的 這倒是第一次看到 所以說 這是因為水質本身裡面的 豐富的礦物質 對 那你們有沒有去檢測 沒有 這個水能不能喝 我們人體還是可以排氣 但是不能產品 因為我來這邊工作 我渴的話 我會偷喝 不告訴人家偷喝 真的嗎 水質怎麼樣 因為酸泉水一概都是鹹的 但酸泉的層分比較高 那它本身是有溫泉嗎 上面 沒有 這個不算是溫泉 因為它是流星劇情的 所以說土流 土流它溫度就很溫泉 保持很溫 冬天的話是會冒煙的 我要喝一下 你真的要喝 回去你準備出來 那是有點鹹鹹的味道 味道會鹹性 我沒有喝到什麼特別的味道 我沒有喝到什麼特別的味道 就是一樣一口 但是你只要喝一口的話 它裡面 它成分不會三十多 它還是可以排氣 我會不會今天晚上尿尿的時候 尿出一些 你尿出瓶子的 許大哥說滴水曾經的煉金術 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要在每週固定來整理翻面 才能夠滴出完美無瑕的好作品 而這些成色在郊外鍍金用的鐵櫃 也得面臨人為或環境等破壞考驗 我們能看到這些美麗的結晶品 背後付出的代價其實不少 失之名歸 我真的是 首先我要感謝這個我們 這個風山鄉 我們那個滴水曾經 有這樣的一個水源呢 能夠把我這批金馬的鍍金了 這真的是我下一個目標耶 對不對 大哥 這批金馬滴了多久 這個差不多一年半 一年半的時間 對不對 現在它的建議售價是多少錢 很熟悉的幻想 八千塊 剛剛好 八千買個吉利的金馬 這個我很好奇 哇 這個你看看沒有 這個厲害了吧 你看看 蛤 一顆金球有沒有 結果是一個燈泡 這燈泡是真的燈泡 這個也是 大滴的一年多 對 一年多而已 然後你要去翻面嗎 要 要把它塗平均 對不對 這個不掉的話 它放不住 不會固定的 是 接下來呢 這個呢 非常大的一個茶壺 你覺得 比較熱銷的商品 茶壺大家比較接受 對 大眾化 大眾化 大家拿回去就能放著 因為它也不能夠泡茶 對 就拿去放著 因為它有亮晶晶的一個結晶 讓人家覺得這個是 滴水曾經 極力啦 極力 好 哇 從外型上呢 看出來 還可以看得出來 是大的寶寶 而且它是一個 純潛的鋪滿 但是已經把它都滿了 滿了 希望你以後呢 能夠有更多更多呢 有別於這個茶壺啦 或是一些動物啦 燈泡 還有更多的東西 你可以放去那邊 對不對 一元大家的一種 平凡的物品 只要透過滴水沉浸 就能夠綻放出耀眼光芒 身下也跟著水長船高 但變臉要花費長時間 也得經常照顧翻面 才能夠造就這些 精彩奪目的作品 與世人分享 九份這個昔日的黃金小鎮 許多擁有掏金夢的人 紛紛都前往這裡掏金 而在這裡掏金 掏金致富的人不知凡奇 不過聽說在南投 有的比黃金更稀有 珍貴的液體黃金 據說只要經過它的加持 一張桌子可售價上百萬 堪稱為塗料之王 究竟是什麼樣的液體黃金 這麼神奇 就讓我們直擊碩果儘存 傳承六代的黃金之家 聽說這是液體黃金座的 這也是液體黃金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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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喝喔 大哥 是 小馬你現在所看到的 包含茶壺 茶杯 盤子 桌子 你坐的椅子 甚至你喝的茶 都是液體黃金座的 都是液體黃金座的 我這有點 欸 我這有點覺得 不太懂你的邏輯耶 液體啊 那怎麼會是固體呢 液體黃金座的 那這液體黃金是很厲害的東西喔 對 它不但厲害之外 你所看到的它 所有上一桌有上過液體黃金之外 包含你喝的這裡面 也包含液體黃金的成分在裡面 哇塞 所以叫做液體黃金 是 應該是非常昂貴了吧 它不但昂貴 對 而且一年的產量 只有兩瓶半的養樂多 兩瓶半的養樂多 對 這也太是一年了耶 對 三百六十五天 淬煉出兩瓶半 所以我們講物以稀為貴 對 所以它珍貴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哇 而且我現在喝到茶裡面 有液體黃金 它還具有抗癌的成分跟效果 幹什麼 我是有是不是 沒有啦 但是好好喝喔 這茶好好喝喔 這個液體黃金裡面 不僅含有抗癌的成分之外 它還具有抗強酸強鹼的效果 什麼意思抗強酸強鹼 是我們平常我們吃太多的 喔 它 它連網水都不怕 蛤 對 所以它已經不只是防水防火之外 怎麼聽起來那麼可怕 網水聽起來很可怕 比網水更可怕 哇 剛才喝了那麼多杯 蛤 這就是它厲害的地方 你有興趣嗎 我們一起來去看 我還有興趣 但你會覺得怪怪的有點怕怕 但沒錯 好不好 既然是一年才能夠生產 兩瓶半的羊肉豆 我覺得一定是非常稀有的 大哥 你葫蘆梨到底賣的是什麼藥啊 你可別嚇唬我啊 黃金茶我可是好幾杯嚇唬了 到底這神秘的液體黃金是什麼呢 既然能夠做成各種傢俱 還能夠做成茶 幾乎是無所不能 趕快跟著大哥一探究進去 小馬 你現在有看到這個嗎 這個就是 這是一棵樹啊 對 這就是我們講的液體黃金 液體黃金 跟樹有什麼關係 液體黃金就在裡面 樹枝 樹的血液 對 它就像樹的血液 這什麼樹 叫做漆樹 漆樹 漆樹 對 你所看到的這個漆樹 它整棵都可以用 包含你剛剛喝的茶 成分就來自於這裡面 它的葉子 葉子萃取出來了 對 它包含它的果實 它的果實可以做成我們的氣咖啡 了解 怎麼取呢 就是利用這個 蛤 很特別吧 很特別 這工具我從來沒有看過 對 這工具就是任何的美術行人 應該看不到 這是你們特製的 對 最厲害的地方就在這個溝槽 溝槽嗎 這個溝槽 就是製造這兩個的 為什麼它長貝殼啊 不是 我們就把貝殼插進去 從它流出來的汁液 是喔 對 再講個更好玩一點的 我不知道樹長貝殼是哪一招 原來是這樣喔 我們寫七樹的漆對不對 對 你把它想成右邊 它是一個木頭 然後接著是一個V型對不對 對 一個V型 跟這個V像不像 你現在在說文解字就對了 對對對 在樹上各個V字型之後 把貝殼插進去 從它流出來的汁液 就叫做漆 所以漆液是水 對 所以漆這個字就是象形文字 對 這好有學問喔 還是你剛剛臨時掰的 沒有 這是真的 因為你做第六代了對不對 前面五代都這樣跟你講嘛 對 我們這都驗證過的 驗證過 不要開玩笑好不好 我們在邊看節目邊學知識 來 好 現在我們如何把它取出來 這個清端 這一年當中 這一棵樹才能兩瓶半的 對 好 來 取一下 首先的話是利用這個 刀尖的地方 刻一個V字型 力道也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輕 要適當 對 OK 接著的話我們再換這一張 OK 製造成一個V型 OK 製造成一個V型 好 一定要V型嘛 對 因為它會往尖的地方流對不對 對 水往低處流嘛 OK 而且它有一個水滴的尖型的地方 對 那這個地方 我們再把我們的貝殼 這個貝殼的話 它前面這邊粒粒的 對 我們講的 台語在講的 像刀石一樣銳利 我們把它劃進去 哇 哇 哎呦 而且它這樣就咬住了喔 對 這樣就可以慢慢滴了是不是 對 那如果我為了要加素材的話 可不可以 這邊一層 這邊一個貝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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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樣子嗎 哇 小馬你果然厲害 一般來講的話 一棵樹的確 你這麼多的貝殼 的確 十幾棵棲樹 才發現力道的拿捏 並不容易 好險很快就嘗試成功啦 好好好叫我棲樹小當家 一點也不會過 不過說也奇怪 這貝殼插進樹上這麼久 怎麼還是不見它的蹤跡呢 原來這貝殼必須得放置一個晚上 才有可能踩到血液 大哥表示它前一天可能就有踩啦 趕快來去看看 液體黃金的蒸獵木 哇 這棵樹應該是很老的樹 你有看到它割漆的痕跡對吧 對 你看它割漆的痕跡 就可以代表它的年輪一樣了嗎 是慢慢一點一點的這樣累積起來 一點點累積喔 這好像均階喔 人家那種均階有沒有 均階的灰階 好 現在的那棵 有看到嗎 這邊有踩到 是黑黑的是嗎 對 這就是液體黃金 真的喔 待會 這個不能直接碰 這個不能直接碰 對 這雖然液體黃金的話 有些人剛接觸的時候 才會產生搔癢的現象 會過敏 那我戴手套可以 對對對 一定要戴個手套 做個防護一下 那我可以把它拔下來嗎 可以可以 你可以看一下 從這裡拔 對 輕輕的 有看到嗎 一個晚上的量 才這麼一點點而已 這很黑耶 這根本有點像琵琶糕啦 這個只要稍微再攪拌一下 它的顏色又會變回來 變什麼顏色 變成淡淡黃黃的 天然的攪拌 它是很自然的氧化的反應而已 我怎麼越講越奇怪 這個汁又會讓人過敏 然後又比網水厲害 然後我剛才還喝了那麼多 其實小馬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早在幾千年前 就有這個東西 最早是七千年前就有這個東西 而且在本草鋼上面有記載 第一句話就寫溫無毒 它可以當藥 溫和無毒 對 溫的話食物有分 含性的 熱性跟溫性的 它是溫性的 而且它是無毒的 無毒大概會讓你過 它也是因為它裡面的 酵素非常強的關係 它是植物性的蛋白 跟人體蛋白會產生燒癢的現象 類似像過敏原的東西 那最嚴重會怎樣 就是不斷抓而已 你要喝著它 就是不要去抓它就好 哇 那還挺可怕的 大哥說 這就是傳說中的七咬人 因為七藝中含有七分 碰到可是會嚴重的過敏發癢不止 完全沒有特效藥 大約要七天才能夠痊癒 而其實剛歌曲下來的七藝 是乳白色的 稱為生漆 是因為經過氧化作用之後 顏色才漸漸變深 彩下的生漆還必須過濾漆渣 每一滴取得不易的珍貴七藝 要一點都不留的刮下保存 光是這刮板的訓練 據說就得花上三年四個月的時間 因為這可是一滴都不能夠浪費 現在是這個液體黃金的運用了 對不對 對 那哪個是液體黃金做出來的呢 像這個你看看 這是什麼材質 什麼材質 你可以拿下來嗎 我看看 不好拿是不是 很好拿 很好拿喔 這個裡面就是七木 不是 這個很輕啊 外面這個顏色是 礦物原料 跟七結合的 礦石跟七結合的喔 好 那我猜不到 你直接跟我拿 就是用布做的 蛤 這很輕 你說這一圈一圈做到那麼厚 沒有 這個布是做一個架構 布做一個架構 這個七七的三百層 兩天七一層 這個手環的最開始是一條紗布 然後慢慢開始把這個液體黃金 對 塗三百層 塗到那麼厚 對 這個很厲害 沒有想到說這居然是來自一片 紗布 是 是 大哥 這個東西我很罕見耶 這個很 外面沒有 這個價值很貴吧 這個價值不好意思講 但是這個價值絕對不菲 絕對不菲 大概 大概估計一下 大概是不是幾萬塊跑不掉了 這樣子一條幾萬塊 可是你塗了三百層 對 那你做一個要花多久的時間 兩三年的時間 那也太便宜了啦 我的天啊 真是不敢相信 這一條小小軟軟的紗布 竟然可以變成硬邦邦堅固輕盈的手環 每天塗一層 等到肝臟再上漆 日復一日 至少需要三百層以上 天然漆價值高用途廣泛 但是工序非常複雜 過濾後的深漆 還要經過長時間的攪拌加熱 才能夠變成精緻漆 再加上各種不同的礦物原料 來做成顏色的調和 但是這一條小紗布 到底是如何變成手環的呢 加一個模子 把它彈到這個變顏的 所以這個東西 加一點在這上面 這個可以用手摸 這個你不能用手摸我可以 為什麼 我已經弄到七 跟我是好朋友 你現在才出出認識 所以他對你好像會比較不客氣 對我會比較客氣 也是會咬人 會咬人 那你剛剛早講 因為我剛剛在慘的時候 有可能會弄到手 沒有關係 咬到之後你就會知道它的好 洗澡的時候是一種享受 洗過你就知道很麻煩 我覺得你很幽默 除了那個也癢 除了那個也癢 真的很癢 真的 我現在被你講完之後 我怎麼覺得全身癢癢的 那心理作用 我在這邊他不敢來 OK 我幫你 那你好厲害喔 你已經是擺得不清了 我已經很毒了 很毒了 開下去就更毒了 不行了 厲害 像這樣子已經一圈了 一圈了 這個手環這樣要放多久 這個要放兩天 放兩天 等到它乾呢 對 乾了之後兩天 一般在日本放這個 在國外放的話是放一年 放一年 為什麼你一直提到日本 這個日本也是很 日本對這個漆氣是比較執著 執著 假片就叫漆氣 什麼叫假片 假片就是日本的 假片意思有沒有 假片就是 假片 日本耶 假片 代表漆氣 代表 所以日本人是非常 對於這種漆氣的這種物件 真的是很珍貴的 對 他們在他們的生活當中 是不是有很多 例如托盤 筷子 湯匙 對 桌子 一直都是用漆氣做的 對 所以日本 如果說你去送 日本人是漆氣 還是日本人送你漆氣的話 表示你們的感情 貴賓 非常好 還有送這個 不然就送瓷器跟糖果 普通朋友是這樣 你今天告訴了一個文化 日本人懂漆 所以一般來講 你送漆氣表示 你們之間的那種漆氣 有漆的感覺 如焦四起 對 真的是讓我大開眼界 又上了一刻 如此精緻繁瑣的功法 大哥說這些飾品 在古代 可都是皇宮 貴族在用的 而且天然漆 可以結合於各種材質 不論是木頭 竹子 甚至於繩索 都可以塗上漆液 大幅延長使用壽命 根部融合製成的器皿 更是大大的減輕重量 這次彷彿看見了 一體黃金產業的歷史 萌芽 璀璨與沒落 在如此艱辛的環境之中 更感受到徐大哥一家人 為保存一體黃金的文化使命感 於奈克爾對於 七億執著的熱忱 世界之大 無奇不由 富爾摩莎 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無想像的 台灣Davy